疫情期间民众外出口罩都不敢拿下来 有服务业的朋友就告诉我们 口罩一戴眼睛以下全遮起来了 除非你长了一双爱笑的眼睛 否则就成了高冷的贵姐 她跟同事只好自创笑咪咪眼 就是眼睛用力挤出卧残来 看起来是清洁感倍增啦 但几个月这样挤下来 眼周的细纹马上就出来一起见客了 她说戴上口罩之后才意识到笑容有多重要 不用言语沟通也不用制造细纹 就可以轻松地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但对很多唇恶劣的患者来说 想要露出微笑或是发自内心开心的笑 都得要经过一场漫长痛苦的过程 大家可能对唇恶劣不是很熟 但听到吐唇应该就不陌生了吧 一般来说胎儿的嘴唇跟上饿 在怀孕初期的几周 开始从两侧往中间密合 上唇差不多从第五到第六周开始 上饿则是晚个三周左右 有时这个过程就出了问题 就导致胎儿出生的时候 嘴唇单侧或双侧出现裂缝 叫做唇裂 也有的人是上饿露出一个大洞 口腔直通鼻腔 这就是恶劣 两种情况同时发生的时候就是唇恶劣 遭人唇恶劣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遗传 营养不良 怀孕的时候受到病毒感染 也可能是受到药物或是化学药剂的影响 像是美军在越战期间 在越南大量撒下成绩之后 当地就有许多唇恶劣的孩子出生 所以拜托 不要再相信什么 孕妇拿剪刀用针线就会生兔宝宝之类的这种鬼话了 唇恶劣也不是罕见的疾病 全球平均约三分钟就有一个唇恶劣的宝宝出生 亚洲国家发生率较高 百种人居中 非洲人口最低 以这样的比例来算 台湾每年就有300到400个唇恶劣的新生儿 但你应该很少听到相关的新闻 或是在路上看到唇恶劣的人 对吧 这是因为台湾的医疗资源充足 唇恶劣通常在产检的时候就能够发现 宝宝出生前及早规划治疗 重建手术健保也有给付 各大医院的医疗团队还经常深入偏乡 评估治疗唇恶劣的孩子 第一次的唇部重建治疗 从宝宝满三个月就可以开始 恶劣则是六个月到一岁多不等 虽然唇恶劣的宝宝的家庭还是比一般人煎熬 得要定期进出医院接受发音矫正等 但只要把握治疗的黄金时间 宝宝的软组织跟骨头可塑性强 经过一连串辛苦的过程之后 生活都跟常人无异 明明是治疗就能好的问题 那为什么在印尼、菲律宾 这么多非洲国家 还是有许多唇恶劣的孩童 甚至成年人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医疗资源不足 或是医疗水准不够 拿印尼来说好了 每年唇恶劣新生儿超过7500人 但重建手术需要的诊外医师只有约200名 而且除了修补唇恶的裂口 病人还得要透过鼻咽内视镜的检查 动咽办手术来解决语言的问题 以及定期上语言治疗课等 但是医师治疗师的人手都不够 另外还有钱的问题 像是一名肯雅的纯恶恋男童 在班上总是被同学捉弄 叫他魔鬼啊怪物啊 害他上课没办法专心 也越来越排斥学校 课业大幅落后 都已经8岁了还在念一年级 丽宁肯雅的妈妈则哭诉 孩子上额的大洞 让他常常呛奶 奶还会从鼻子流出来 耳鼻感染更是家常便饭 长期吃不饱也睡不好 身体超级的虚弱 这些爸妈怎么可能不想要让孩子动手术呢 但在肯雅动重建手术得要花10万到30万的肯雅先令 也就是台币约2.5到7.5万 很少有家庭花得起这个钱 第三就是迷信作祟啊 很多保守地区的人认为纯恶劣是不祥之兆 导致父母呢就把孩子藏在家里 连最基本的就义都不愿意 这些乡野传说就跟孕妇不能拿剪刀一样的荒谬 像是巴西老一辈的人会说 妻子怀孕期间丈夫禁止钓鱼 因为这个拔掉鱼钩会扯破鱼嘴 鱼的报应呢就会出现在孩子身上 印度人则是认为 生出纯恶劣宝宝的孕妇一定是被日食照到 孩子嘴巴才会缺一块 非洲加纳的部落最怕招惹恶灵 纯恶劣白化症的孩子都会被当作邪灵附身 有的部落会驱逐妈妈跟小孩 有的则是在婴儿出生不久后就暴走杀害 纯恶劣如果不及早治疗 病人除了口腔以及身体健康问题 也容易产生沮丧 忧郁 自卑等心理的问题 但由于纯恶劣不致命 一般人很容易忽略他们内心的挣扎 有患者就说 自己因为发音功能不完全 长相异于常人 在学校常被同学霸凌 只好放弃学业 有人挺过了校园生活 出了社会又是一阵挣扎 比方说永远只能坐办公桌 以免跑业务吓了客人 或是在交友婚姻上挫折连连 有患者就说过 好像不管再怎么努力 别人只要看到我的脸 我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 不少团体特别关注全球的 纯恶劣问题组成医疗团队 到不同的国家偏远地区 帮纯恶劣的孩童做矫正手术 像是屈臣氏集团 从2018年起就连续4年 跟非盈利组织Operation Smile合作 发起Give a Smile 效量同心的全球公益计划 到目前为止 已经帮助各地超过 1500名纯恶劣的孩童 台湾屈臣氏邀请名人合作 设计限量口罩 并且推出屈臣氏自由的品牌 执手怕异漫 也拍摄公益影片 请微笑大使跟民众惊喜互动 提升对纯恶劣议题的重视 另外还推出专属的IG滤镜 邀请民众拍照分享 把微笑传出去 更累计捐款40万台币 给Operation Smile 接下来也设定目标 要在2030年前 为1万名纯恶劣的儿童 提供免费的矫正手术 疫情爆发前 他们到缅态边境的 偏远地区美索山区一整 很多民众听到 原来我的孩子还可以医 带着一点点行李 抱着孩子长途跋涉来看病 医院里面挤满了纯恶劣的孩童 看到跟自己一样的小朋友 开心地玩在一起 手术过后 他们未来也能跟社区 学校的小朋友打成一片了 不过在疫情期间 医疗团队跟志工 要跨国移动越来越困难 Operation Smile去年3月 因为疫情决定暂停 志工跟医疗团到各地议诊 导致高塔1万名的孩童 无法接受治疗 幸好几个月后就恢复作业 因地制宜找出了应变的方法 比方说呢 恢复疫诊后的第一站越南 把单次看诊的病人跟家属人数 就减到了十分之一 意大利则是一次 现一名家属陪病 医院进出口分开等 还没有恢复疫诊的尼加拉瓜 则是提供远距咨询 持续替病人做发音的矫正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更需要更加的帮忙 如果你也想要帮助 纯恶劣的孩童 从实笑容融入社会 现在有机会咯 请大家一起想 《烟雨去城市》脸书的 你按赞分享 我捐款的极器贴文 希望今年可以捐出10万元 给Operation Smile 一起帮助全球 纯恶劣的孩童 绽放灿烂的笑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